在新社其实有很多客家菇农帮忙成就了香菇大业 今天是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就再度带您走访新社 因为这里除了有新鲜的香菇之外 也结合了观光发展产业 像是香菇餐厅 香菇商店 还开放了观光菇园 让民众了解香菇的种类 生产的过程也能够体验采香菇的乐趣 台中新社有香菇餐厅也有商店 是一条特色十足的香菇街 想要体验田园之乐还有观光菇园呢 让民众自己采香菇 这个是玫瑰菇 玫瑰菇就像玫瑰花的颜色 光是介绍种类就让游客赞叹不已 经过导览不但了解香菇长成的过程 也了解香菇生态 DIY采香菇一样乐趣无穷 好好采喔 对 这样子回去可以冰一个月 很多菇农都是客家人 一步一脚印打造了新社香菇商圈 这里有好玩的也有好吃的 等着游客上门 小吃配上香菇很有在地风味 在香菇加持之下 香肠的口感香Q又不油腻 然后下进你们的香菇肉造饭好了 业者的香菇肉造饭也是一绝 香菇跟饭一起下锅煮 更能让香菇飘香 那个香菇吃前都要先炒过用麻油 先包香菇这样吃 而香菇跟汤是十种菇类大集合 吃一口大大满足 一整桌的香菇小吃口味各有千秋 吃进嘴里处处有惊喜 就蛮顺口的啊 不会有腻腻的感觉 炎炎夏日特色商品还有香菇冰棒 以及香菇冰淇淋 特色的口味清凉又消暑 现在吃这个香菇它就加一点牛奶味 还蛮重还蛮特别的口感 打造香菇街新社农会也是推手之一 设计数十种的伴手里 像是小香菇做成脱水饼干 口感香酥营养不流失 而卖相不佳的香菇蒂头 也能够加工做成香菇素肉干 这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益 以前我们香菇饼的话 现在一公斤的话一百多块 那我们现在一公斤可以卖到两百七十多块 大家看来这个是倍数的在成长 装着评鉴过的顶级香菇礼盒 香菇吃完了礼盒就丢太浪费 要符合客家精神 它也能变成特色灯饰 菇农业者农会投入心力 让香菇结合观光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采香菇 吃香菇 也成就了新设的香菇王国 香菇提味又造饭赋予新生 湖地烘烤 素肉干 夹齿升华 客家工农打造新设香菇街 也望香菇冰淇淋清爽感动时刻